大家好,欢迎回来复工怎么办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群体免疫 其实这个话题之前在网上已经聊了很久了 但是呢,现在随着陆陆续续复工 那么新增病例每日有所增加 所以说大家又开始觉得咱们美国现在是不是要开始群体免疫了 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群体免疫呢?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美国到底是不是要群体免疫 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我这个频道主要聊一聊跟钱相关的话题 近期呢,我会更新一系列有关美国刺激经济法案的内容 包括任何的发钱内容 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如果说我在更新任何发钱的法案的时候 你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第一时间去申请任何的补助金 之前我更新了一个视频是有关EIDL的免还款的小企业的贷款 看了我视频的很多小伙伴呢,都已经拿到了这个免还款的贷款 如果说你也是自雇人士或者个体户的话 如果因为这次疫情受到了影响 大家去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个视频,赶紧去申领一下 希望这笔钱呢,能帮您解决困难 好了,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复工怎么办? 美国到底要不要群体免疫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到达群体免疫的标准 现在我们陆陆续续其实已经开始复工一个多月了 我自己呢也开始慢慢的上班了 只不过是不会像周一到周五那么去上班 我是周一和周三上班 去上班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街上的人照样多 街上的车照样多 照样会堵车 现在开始陆陆续续复工 同时美国的新增病例并没有减少 而且每天有的时候还会增多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强迫老百姓复工 说美国政府是不是只要经济不要老百姓呢?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我看了一下其他国家的新增病例 其他国家在复工的时候基本上新增病例就趋近于零了 也就是说其他国家是在新增病例变成零的时候开始复工的 而美国完全没有 其实现在美国的病情完全没有好转 每天都有新增病例 但是仍然开始复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打算让这个新增病例变成零了之后才开始复工 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国家的新增病例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英国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上面 英国的新增病例从三月二十五号开始增多 从五月多开始减少一直到六月变得很少了 当然英国也是提出这个群体免疫概念的国家之一 你看它的新增病例是增多到减少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是从三月开始到达顶峰 随之而减少最后趋近于零开始复工 跟英国的类似 只不过英国的战线拉得更长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这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 中国也是从二月份开始到达高峰 三月份最后趋近于零开始复工 从中国的这个图上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 其中有一天新增病例忽然到达了近两万 而其他呢都是几千之内 不知道这一天中国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但从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出一天之间新增变成了近两万 而且仅此一天 这个数据也真的是 不知道是觉得老百姓的智商不够呢 还是说这天报错了 咱们就不说这个事情了 咱们总体上来看也是一个激增到减少趋近于零开始复工 来看一下美国 美国的新增病例 你看从三月份一直到达了每天新增两万左右 一直保持平稳 一直到现在 美国的新增病例并没有暴增 也并没有暴减 它是一直维持在一个两万左右的这个水平上面 所以说从这个图上来看如果说只看美国的新增病例 其实美国控制疫情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尽管每天新增两万 但它是稳定的新增两万 并不是说今天新增两万 明天一下子变成十万了 它是稳定在一个区间之内的 那么稳定在这个区间之内有什么目的呢 咱们在这个视频的后面咱们进行分析 尽管每天美国新增的病例非常的多 到达两万 而且是每天两万 可是美国的医院呢 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并没有说医院不够用了 医院爆仓了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这跟美国的就医习惯有关 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 一般感冒了会不会去医院 基本上是不会 除非您得了重感冒 头疼到不能走路 或者说已经不能呼吸了 这个时候咱们才会去医院 一方面呢 是因为医疗费用的非常昂贵 另外一方面也是美国这边的一个就医习惯 一般的小病 像我们小感冒 基本上就不会去医院 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只要有一点小感冒 小发烧 咱们都会去医院 轻则吃药 重则打掉瓶 或者住院 这是完全的就医习惯的一个不同 所以说这也是造成美国医院 并没有爆仓的一个原因 那么同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肯定的 那么美国的医院现在因为这次疫情 肯定也是增加了容量 这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在美国这边就医呢 如果说您得了这个大流行呢 它基本上会说您要在家隔离 在家隔离然后不要去跟其他人接触 而在中国的新闻上基本上就是您要就医 要去医院了 要把你隔离起来 防止你传染给其他人 那么在美国就是居家隔离 除非您不能呼吸 您不能走路 这个时候您可能需要下一步就需要进ICU病房了 这个时候您需要去医院 那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 美国呢老人院的老人特别多 不像中国呃老人基本上就是在家养老 美国有很多老人呢是在老人院进行养老 那么老人得了病了之后 也是在老人院进行隔离 所以说这就有了一组数据 从新增病例上来看 基本上其他地方新增病例很少 而在老人院的新增病例高达百分之十八 大家得了病之后都是居家隔离 很容易传染到其他家人 这个传染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六 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感染的人群 就是因为有病人在家进行隔离的时候 传染到了其他家人 所以说这个医院并没有爆仓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现在医院的这个使用量的情况 咱们来看一下普通病床的使用量 你看普通病床所有病人 这个是不但包含了大流行的病人 还有其他的病人 咱们看一下最严重的区域 也只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使用率 并没有爆仓 同时咱们看一下ICU病房的使用量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最严重的区域 也只有百分之七十一 是哥伦比亚地区 其他地区平均的使用量基本上是在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之间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大流行病床的使用量 最多的区域也不过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说这个平均来看基本上是在百分之十左右 所以您看这个疫情对这个医院的使用量基本上就没有占满医院的百分之二十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现在流行居家隔离 而且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美国建了很多的方舱医院 这个方舱医院的容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现在方舱医院呢却被拆了 拆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方舱医院呢基本上不能是重病的病人 属于您得了这个大流行 但是您的病又没有重到要去普通的医院 那么您就要在方舱医院进行治疗 入住方舱医院需要满足二十四个条件 看了这个新闻上就表示 有九十五个人申请 其中只有一个人完全符合资格能入住方舱医院 这就导致方舱医院的入住率非常的低 其实有一个护士说的很好 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他说在方舱医院里面并没有ICU病房的这些设备 也就是说没有重症监护的这些设备 所以说如果一旦病人从轻微转向重症的时候 这个医院是完全没有能力对您进行治疗的 所以说他在入住的时候需要有严格的要求 满足这二十四项您才能入住 所以说方舱医院的使用量特别低 就导致这成了一个资源浪费 所以呢现在也把方舱医院取消了 而医院呢并没有爆仓 所以很多人又说为什么不强制隔离呢 您一旦染病了之后 那就在方舱医院进行隔离不好吗 这样不就避免了您的家人被感染 避免了您的孩子被感染 同时您上街的话也避免了其他人被感染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美国的背景文化有关吧 美国就是一个要自由的国家 任何时候他们都要的是freedom 当然美国选择强制隔离可能后果比不隔离 让大家都染病的后果还要可怕 所以在治疗的方面它跟其他国家也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使用的是强制隔离 但是美国如果说您使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 可能暴力冲突就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了 美国防疫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它防疫的目标并不是说我要把这个疫情控制在零 因为它控制不了 因为大家要的是自由嘛 那么我唯一可以控制的是让它不要暴增 因为一旦病例暴增就会导致医院爆仓 那么医院爆仓那这一切就乱套了 那么如果说把疫情每日新增量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 那我的医院也可以有条不紊的进行治疗 那同时呢科学家医疗部门这边在研究疫苗 这样子的话社会基本上属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下 所以美国控制疫情的目标并不是要把新增病例降到零之后再复工 而是现在陆续复工 同时保证每日新增病量不要激增就可以 那么如果照着每天两万两万的这个增长呢 同时又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那这就涉及到群体免疫了 那么什么是群体免疫呢 群体免疫是指人或动物群体中很大的比例获得了免疫力 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 拥有抵抗力个体的比例越高 那么易感个体呢 与受感染个体间的接触可能性变越小 使得群体免疫变有效 但是要使群体免疫有效 需要满足基本传染数低 死亡率低 病毒变异率低 病毒变异能力增强率低 同时地方人口少 地方面积小 人口平均健康水平高 康复后终生免疫率高 等等因素配合 才能使群体免疫有一定的成效 所以说群体免疫在各方科学家之间也是比较有争议的 并没有科学的方法去证明它的可靠性和实践性 那么美国呢 现在有没有到达群体免疫的这个阶段呢 如果说没有到达这个阶段 什么时候才会到达 需要多久呢 其实群体免疫的预值呢 因地而异 它取决于社会人口密度 还有社会互动因素等等 一般的专家认为呢 群体免疫至少要到达百分之六十的人有抗体 那么如果这个疫情比人们认知的这个传染性还要高呢 那这个数值要更高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常见的流行病 他们要达到群体免疫 有抗体的人群需要达到多少呢 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最高的是百日科 百日科是通过飞沫传播 如果说要达到群体免疫 它的门槛至少要到百分之九十二以上 而最低的是封诊 封诊的群体免疫门槛要到百分之八十 所以刚才说的对于这个大流行的群体免疫至少百分之六十 并不是说对于这个大流行群体免疫要百分之六十 而是所有流行疾病的一个综合平均值至少要达到百分之六十 而可能大流行的群体免疫要求会更高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群体免疫 那么美国达到了吗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表 如果说咱们按百分之六十来算的话 咱们知道纽约市感染率最高的 它到现在有抗体的人才只有百分之十九点九 而武汉也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 武汉这个城市呢也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有抗体 而伦敦有百分之十七点五 最高的就是纽约市了百分之十九点九 那么百分之十九点九和这个群体免疫的平均值百分之六十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美国现在要谈群体免疫那就是天方夜谈根本不可能 而且纽约已经是染病率最高的城市了 哈佛大学的有一个专家认为群体免疫就是一个减缓疾病传播的防火墙 如果说您染病了您走进一个有人的房间 那么您至少传染给三四个人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房间里的人有四分之三已经有了抗体 您再走入这个房间您能传染的人数就降到了一个 或者说根本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我们现在不管群体免疫了还是没有群体免疫 您的风险都是一样的 只是群体免疫了之后 您变得并不那么容易的接触到病毒了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在检查的时候 基本上大流行的感染率是纽约市的两倍 而这个值呢基本上已经趋近于群体免疫的预值了 但是这只是纽约重灾区里边的重灾区 而至于其他呢并没有达到这个数值 所以说广大的居民仍然还是处在于危险之中 纽约都是这样子 那么其他的城市抗体携带者的比率是更少的 所以另外一项研究就表示 大多数地方的这个感染率甚至死亡率要达到目前的十倍 才有可能到达疫情不二次爆发的程度 因为这个大流行是一个全新的疾病 现在世界上并没有人在不染病之前就对它已经产生了免疫力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即使这个大流行跟其他的一些流行病的病亡率相似 它仍然会导致更多人的死亡 因为一个比较大的数的百分之一 仍然比一个比较小的数字的百分之一还要大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美国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达群体免疫的这个程度 而美国抗击疫情的目标呢 并不是要把新增病例变成零 而是要平缓它的曲线 让新增病例稳定在一个水平之上 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我这个频道主要聊一聊成年人之间有关钱的话题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近日在发布任何一条美国刺激经济法内容的视频 您就不会错过了 拜拜